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台北这个地方 所以要来这边跟大家聊聊文法 其实文法只是一种 将单字凑在一起变成有意义的形式 那文法只是帮助你说正确的语言而已 比方说 当我说你好吗 妈你好 这两句话意思应该不一样吧 那就是文法错了 当然你会觉得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外国人真的会 可能会搞不清楚 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完成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老师我学过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进行式 那什么是完成式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完成式的一个使用的时间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然这里有三个句词 这三个句词是让同学们先复习一下 或者是先了解一下 到底三种不同时态的完成式 它的一个文法的组合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完成式 它是一个have 或是一个has 如果是第三人生像he or she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加上一个PP在后面 用have加PP或has加PP 来做一个完成式的时态 那PP就是过去分词 has participl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句子 首先第一个句子 I have seen the Avengers three times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看了复仇者联盟 这部电影有三次之多 表示从过去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 maybe my entire life 那种感觉 那么过去完成式就简单多了 它就只用一个had 我们把have这样的一个主动词 变成了过去是had had加PP就可以了 像第二句话 这里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When I arrived at party Amber had already gone home 当我到派对的时候 Amber已经回家去了 也就是说我没有碰到Amber 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那待会我都会一一的说明 什么时候你该用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时态 那未来完成式呢 就是加上一个情状主动词 will I will I will see you When will When will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有首歌是这样子 OK When will you come home 这个will呢 是代表未来的一个主动词 那我们就把它加在 那个have加PP的前面 而且这边的话 have也是永远是have 它不会有另外的变化 OK 所以看第三句话 he will have finished the whole job by Friday 他将会完成的整个工作 到礼拜五之前 Alright 那我们等一下 会一再重复看到一些 副词片语 或者说时间的 我们叫时间语 或副词 时间副词 这样这个by Friday 就是在礼拜五之前的意思 by加一个时间 就是在那个时间之前 好 这是一个形式 大家先好像暖身一下 但是接下来我要把整个重点 你放在什么时候该使用完成式 首先呢 现在完成式 我们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吃饱了没有 Have you eaten yet? Have you eaten yet? 所以看到我们的头影片上面 我们用have来当作动词 Alright Have you eaten yet? Yet呢 是常常加在问句的一个 副词的字维 就是有没有这样子 所以你有吃过饭了吗? 他回答可能是 Yes, I haven't eaten a sandwich 我已经吃过一个三明治 意思就是我还不饿 I'm not hungry Ok? 所以你看到老师 这个头影片上面写到说 其实上 当我们问人家说 Have you eaten yet? 我们在意的是 现在的状态 就是你吃过了没有 你吃了什么 你什么时候吃的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你现在 到目前为止你吃了没有 那当你说I haven't eaten 表示我已经吃过了 而且强调说你现在不饿 那种感觉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很多同学 有时候不太清楚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用 现在完成式 什么时候要用过去式 Ok? 因为现在完成式 其实都在讲 现在以前做过的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用过去式就好了呢? 所以你看到下面老师 打了一个比较 这边A呢 说我昨天晚上去了 利慈饭店 但这是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跟现在一点关系 都没有 因为我现在也不在 利慈饭店 Ok? 所以他用 I went to the Ritz Hotel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 去了 Ritz Hotel Ok? 然后听的人就说 欸 别败喔 不错喔 Really? Ok? Did you have dinner there? 那你有在那边吃饭吗? 这时候也是在昨天的事情 跟现在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我们就会用过去式 所以当你要讲的一件事情 是在过去发生的 跟现在没有产生任何的关联 你可以用过去式 但是如果呢 你在问的一件事 比如说你吃饱了没有 可能是你十分钟前吃的 可能是你一个小时之前吃的 可是我的 问你的重心是放在 那到底 你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吃过 所以你可能 一个小时吃的一个三明治 一个小时前吃的一个三明治 它对现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延续性的影响 这时候我们用现在完成式 Ok? 所以这是一个开始 让大家去先辨别 什么时候用过去式 什么时候用现在完成式 那我们就到下一张头影片 好 这里呢我做了三组的句子 然后呢用这个来解释 现在完成式跟过去式在语意上 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你了解说 语意的不一样 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 该用现在完成式 而什么时候 用过去式就好了 第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 I have seen the Avengers three times so far so far是一个副词片 so far 不是很远的意思 so far是到目前为止 所以同学说很远 no Alright so I have seen the Avengers three times so far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看过 复仇者联盟三次了 这是表示说 你从以前到现在 你看过三次 复仇者联盟 那在这句话里面 什么时候看的不重要 所以它是到目前为止的状态 第二句话说 I saw the Avengers last night It was on TV Ok? 那我昨天晚上看了 复仇者联盟 Alright 我强调的是昨天晚上看的 Ok? 可能前面还有两次 但可能最后一次 是在昨天晚上看的 所以我特别要强调是 昨天晚上看的 Avengers 这时候我的时间 复词变成last night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句话 这样的一个差别 I have traveled in Japan a lot 这句话在讲什么 从以前到现在 我常常就会去日本旅行 所以我对日本 言下的声音就是 I know Japan a lot 所以这时候只用现在完成式来表达 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句话 I traveled to Japan for my cousin's wedding 这在单独在讲 在过去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 等某一次我去日本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用过去式 因为我的表弟不可能天天再结婚 所以也只有那么一次 希望他也只要结一次就好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过去特定的时间 发生的事情 我们用过去式 如果我们要讲 从以前到现在为止的情况 我们用现在完成式 第三组句子让同学再来做一个比对 I have been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好 这个片语呢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在天气底下 同学 可能有的同学学过 可能有的同学学 什么东西 在天气底下是什么 其实这个片语的意思是说 有点 人有点不舒服 然后这边他就完成式来讲 I have been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since this morning 从今天早上开始 since this morning 从今天早上开始 这是一个时间不止 从今天早上开始 我就觉得人有点不太舒服 那一直到现在 所以现在我还是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后面接了一句话 so I can go to the party with you tonight 所以今天晚上我不跟你去参加那个parlum 你自己去 我觉得人不太开心 如果用过去式来表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过去式 I was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呢 我起来的时候 有点人不太舒服 但这是用过去式 所以表示说 这件事情跟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 but I feel better now so I can go to the party with you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去party了 所以现在完成式 跟过去式的使用时机 通常我们现在完成式 跟过去式用的时间副词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句子 它后面所接的时间副词 比如说像yesterday last year July 这种时间副词来看它要用什么时态 那么一个重点大家要记得 现在完成式 你不能用过去的时间 你不能用过去的明确时间点 所以我下面有两个go go 我们看一下 我们常常用在现在完成式的副词 像是yet yet是用在问句跟否定句 比较多 already 就是已经 alright 这是我已经做完什么了 我还没做什么 yet 我已经做完什么 already ever常常用在问句里面 have you ever seen a ghost 我等一下我有这个句子 你有曾经见过什么吗 never 就是我从来没有 那么so far 是到目前为止 this week today this year 这些都会跟现在完成式来用 但是注意到像yesterday 昨天 last night 昨夜 last week 上星期 two years ago 两年前 像这样的一个时间复词 是过去的一个确定时间点 我们不能直接加在完成式 但是在后面我会提到 可以加用一个变通 我们可以加上去 所以这边同学先搞清楚 现在完成式跟过去式的使用时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什么时候要用现在完成式 其实我们讲说完成式 也有现在过去未来 但是最常用的就是现在完成式 那形式我们再看一遍 fs 三个情况底下 第一个做完的事 就是我做完的事 各位同学想想看 你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 肯定做完了很多事 right 如果你要列一个清单 你可以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那第二个就是经验 在过去的经验 就是把刚刚我们讲说 刚做完的事 今天以内做完的事 那另外就是 比较久以前做的事 但是延续到现在 OK 讲你的经验的时候 再来就是表示一个 持续的状态 那当然做完的事 经验 持续的状态 所以第一句话我们来看 Have you done all the housework yet? 你已经做完所有的家事了吗? 所以你做完了没有? 我会这样问 那你可以回答 Oh yes I have done all the housework 我已经做完所有的家事了 不过我这边的例句是 Not really Not really就是不尽然 OK 不完全是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只做了一部分 有一部分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说 I haven't cleaned the kitchen 可能我其他的地方都打扫好了 但我还没有打扫到厨房 所以注意到同学 可能I have cleaned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bedroom and the yard but I haven't cleaned the kitchen 所以他可以用肯定 也可以用否定 你已经做完的事 或还没有做的事 都可以用完成事来表达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话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e report 我已经写完报告了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e report 注意到 那我用红色套字 就是它的文法标识 那么出体字的部分 就是一些副词 我要你去留意的 句子里面 我都是用这样子的 安排的方式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e report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报告 already 其实要不要加没有 already 加了就是一个强调 不加其实还是已经完成了 所以B就跟他说 Cool Now I think you can lie back for a while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稍微 躺一下 Light back就是放声 Relass OK 好 第三个例句我们来看一下 Have you heard David has crushed the car again 你听说了吗 你有听说 你有听说了吗 你已经听说了吗 David has crushed the car again 你听说了吗 大卫呢 又开车 又撞了 又撞了他的车 然后他说 I can't believe it It's been the third time this month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 It has been the third time 已经是第三次 比方说前面还有前面的两次 然后加上这一次怎么三次 OK 这里也是用完成式的话 所以更久以前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 完成式来讲 所以在讲述经验的时候 我们用完成式 我问人家说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呀 你有没有试过什么呀 你有没有高空跳伞过呀 你有没有潜水过呀 OK 那么 这都是一些人生的经验 或过去所有的事情的累积 我们都可以用完成式来问 比方说第一个例句 Have you ever driven across the car again 他说你有曾经开车横约美国吗 No I haven't 简单 我没有做过这件事 表示我的经验里面没有 但是呢 怎么样呢 I have been to California once 但是我曾经去过加州 这也是一个经验 什么时候去的不重要 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去过加州 如果你要讲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就让我过去吃 知道吗 I went to California in 1997 在1997年的时候我去了 California 这时候 这句话 如果你用英文来说 就变成I went to 而不是I have been to 这样懂吗 Good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 Have you tried scoop diving before Scoop diving 潜水 你有试过潜水吗 你以前有试过潜水吗 Yes I have tried it once in Hawaii 我曾经在夏威夷尝试过一次 这就是一个经验 Have you ever seen a ghost 你看过鬼吗 Oh luckily no 还好没有 接下来第四个 I am sure we have met before OK 然后他就被打枪了 I don't think so 我很确定 我们以前曾经见过 I am sure we have met before 你曾经见过什么人 他也是你的经验 我不这么认为 OK 所以刚刚讲到 现在完成的事 讲已经做完的事 再来讲经验 你以前更久以前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经验 你都可以用现在完成的事 来询问 来回答 你做过的事 你没做过的事 那这边右下角呢 有一个小小的点 通常讲have been to 跟have gone to 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have been to 是曾经去过 have gone to 是已经去了 所以have been to 跟have gone to 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呢 have been to 是已经去了 那可能现在人回来了 have gone to 是去了 还没回来 我们看两个句子 she has been to London many times 她去过伦敦好几次了 she knows a lot about London 她知道伦敦很多事情 她对伦敦辽络络扰 所以她现在在不在伦敦 她应该不在伦敦 下面这个例句 she has been gone to London for a business conference 她去了伦敦 去参加一个商务会议 所以呢 她还没有回来 她现在仍在伦敦 OK 不是要去伦敦 就是已经到了伦敦 所以不是在伦敦 就是正在去伦敦的路上 OK so she will be back next Monday 所以她下礼拜 你才会回来 所以这边同学 大概再提醒一下 have been to 跟have gone to 是不一样的事情 OK have been to是去过了 然后回来了 have gone to是 已经去了 但还没有回来 那第三个 现在完成式的使用时机 就是我们讲到的 那个叫做 持续的状态 OK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持续的状态 完成式呢 可以表示 持续的一个状态 好 通常我用这种方式来回答 how long 这样的问题 有多久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each other 你们认识彼此有几年的时间了 well I have known her for 17 years 我已经认识她17年了 那我们在这样的剧情里面 我们常常会搭配两个解析词 一个叫for 一个叫since for呢 后面是加一段时间 那么since是加一个特定的过去时间点 所以我前面讲到 现在完成式不能加过去的特定时间点 那如果你真的要加 就要用since 但是语义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since在这里翻译成至重 OK 所以同样的一句话 well I have known her for 17 years 我已经认识她17年了 那今年2017嘛 所以我是2001年认识她 你就可以讲说 I have known her since 2001 OK 我自从2001年我就认识她了 那么第二个句子我们来看一下 how well do you know this city 你对这个城市了解多少 actually I have lived here since I was born 哈哈 事实上呢 自从我出生打从我出 我出生我就住这了 所以表示我对这边很熟 所以你可以换一句话说 I have lived here for all my life 我一直在这边住了一辈子 第三个句子 does anyone live in the house? 这个房子有人住吗? no the house has been empty for 6 months 这房子已经空了6个月了 也就是这个状态 这是一个持续的 从6个月前到目前为止 都是空的状态 你也可以换句话说 the house has been empty since mine 现在是11月 所以从5月开始就没人住了 alright 所以这是持续的状态 到这边我想同学应该 能够有点点了解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做完的事 ok I have cleaned the kitchen and the living room so far so what's next? 好吧我喜欢做家 I have cleaned the kitchen and the living room 我已经打扫完厨房了 我也打扫完客厅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so what's next? 接下来你还会做什么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做完了这些工作 所以做完的事 我们用现在完成事来表达 再来讲过去的经验 I have seen a lot of movies by Steven Spielberg such as E.T. E.T. and Extraterrestrial 我看了很多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 one of the most classic alien movie of all time 他是史上最经典的外星人电影之一 so I have seen a lot of movies 我看过很多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接下来呢 持续的状态 so Mary and I are quite close 玛丽跟我是很亲近的朋友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children 当我们还是海蹄时代 我们就认识彼此了 所以我们感情很好 ok 好 那这里是复习一遍 这是现在完成式的三种使用的时机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现在完成式跟现在完成进行式有什么差别 这都是同学容易有问题的地方 什么时候要现在完成 什么时候要现在完成进行 当然完成进行的话就要加AMG 那形式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赘述了 那这个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把妹金剧 但事实上这是我以前看一部电影 一部法律片叫做巴黎维 他里面有一幕 他说 Aren't you tired? 你不累吗? No Why? 不累啊? 为什么? Because you have been running my head all day 因为你已经在我脑子里面跑了一整天了 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现在你还在我的脑子里面转 ok 所以这是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表示从以前到现在 而且一直在持续进行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一直在我脑子里跑到现在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事实上呢 现在完成式跟现在完成进行式呢 其实语意差不多 We have lived in the parliament for 10 years W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parliament for 10 years 其实都差不多 就像David has worked in the same job for 20 years 跟David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same job for 20 years 其实意思也都差不多 所以原则上 现在完成进行式跟现在完成式 语意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这是属于那种进阶的点 因为进行式通常代表有一种持续 有一种趋势 有一种短暂的改变的意思 所以它会有一些修为上的语意 语意的差别 看一下第一句 I have worked very hard recently 我最近呢 工作很努力 强调的是 我最近以来到现在为止我工作很努力 但是我现在有没有继续工作努力 不知道 因为它是现在完成式 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工作很努力 下面这句话 I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recently 表示我最近一直都很努力工作 而且现在我还是很努力 所以现在完成进行式 比现在完成式多了那么一点点什么 如果真的有多那么一点点什么的话 那就是现在完成进行式 表示现在还有在做那件事情 比方说今天下雨下了一天了 It has rained all day 今天下雨下了一天 现在有没有下雨 不知道 这句话里面没有表达 但是如果我讲说 It has been raining all day 这种感觉好像在讲说 现在还正在下雨 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 因为进行式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在持续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第二个 I have played tennis three times this week 到目前为止我打网球 打了三回了 OK 那我会不会再打 我也不知道 那下面这句话 I have been playing tennis a lot recently 表示说我最近常常打网球 而且我一直在这样做 而且可能搞不好 我还会继续这样子的频率下去 那第三句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My parents have lived in Taipei early lives 这句话表达了就是一个完成的状态 我父母亲在台北住了一辈子 Alright 他们是老台北人 但是下面这句话 I have been living in my brother's apartment 表示我最近一直住在我哥哥的公寓 但是我以前的住在别的地方 总之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完成式跟现在完成进行式 大部分的语义差别并不大 唯一的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就是 现在完成进行式 有强调当下在讲话的这个时刻 这个东西还在持续 还你正在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 如果你们都懂的话 我想后面的这个就非常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过去完成式 在口语里面我们很少用到 其实比较少用到 反而是在阅读或是写作的时候 比较容易用到 我们讲过去完成式 就是在讲过去的过去 我们给各位摊三个句子来比较 那这边画了一个 在图片里面 在这个简报里面画了一个线性的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现在now 那么7点25分的时候呢 火车开走了 然后呢 我呢7点半到了 OK 所以我有没有搭上火车 没有 因为火车在我到达车站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句跟第二句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left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left 当我到车站的时候 火车离开 其实我还有看到火车 只不过他离开了 我搭不上 但是呢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left OK 那这个时候呢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left 是我到达车站的时候 火车早就离开了 所以这两句话 差别是很大的 第一句 当我到车站之后 火车走了 几乎是同时 如果我已经到了车站 那火车离开 那第二句话是 我到了车站 可是火车已经离开了 这个完成式已经 had left 所以代表我没有见到火车 那所以这通常会用在那个 副词片语 副词词去When的时候 因为When是当什么时候 所以它语音笔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 用一个过去完成式 来表达一个 比过去还要更早以前的动作 Alright 那大部分会用到过去完成式 就是这个时间点 其他没有什么 那如果你用before 那就根本就很清楚 Before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left Or the train had left 就没有差别了 所以过去完成式 在讲过去的过去 那么所以使用时机 我们来看几个句子 很快带你们看一下 稍早的过去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left 当我抵达车站 火车已经开走了 When she became really famous as a writer She had to read in three books 在她成名 成为一个名作家之前 她已经写了好几本书 所以她这好几本书 三本书 这三本书 是在她成名之前所写的 再来 By the time 是一个时间片语 我们讲说连接词好了 它是用来连接一个句子 表示before的意思 所以 By the time the factory was closed 到这个工厂关闭那个时候 I had to work there since I left school 到这个工厂关闭的时候 我已经在那边工作很久了 我打从我离开学校 就在那边工作了 第四个 During a conversation I realized that we had met before 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突然发现 I realized 我突然了解到 我们以前曾经见过面 那因为 你这边realize 是过去式 所以 你见过面这件事情 是还要在更早之前 所以我们就会用过去完成 那这是属于 比较进阶的一个point 不过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 算是一个进阶了 一般我们像假设语气 这边如果你现在不理解 没有关系 Unreal event If I hadn't known that you were coming I would have waited for you 如果早知道你要来 我那时候就会等你了 所以这是 我倒是知道你要来的话 就是在你来之前我知道 所以用 had to know 那么什么叫未进之事 第二点 Unrealized hope 没有达成的愿望 I wish you had told me the truth 这会牵涉到wish的文法 那这边说我那时候 不但愿你对我说了实话 但是事实是 You didn't tell the truth OK 那第三种叫转述语法 Report speech 比如说 She told me that she had sold her car 她跟我说她卖了她的车 那这里因为时态的关系 她告诉我的时候 她已经卖掉了 所以这个卖车要比她告诉我的时间 再早一点 那时候用过去完成式 OK 所以这三点是属于进阶的一个 Advanced point 所以如果你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到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未来完成式 Peter I tell you You were denied me three times before dawn 这是一个圣经的故事 因为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说他要被抓走了 然后那个Peter就说 他说不会 我一定会陪着你 你上刀山下游过 我都会跟着你 当人家来抓这个耶稣的时候 然后人家就说 诶 那个人好像跟他是一伙的 然后彼得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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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他 这样子 然后三次以后讥较了 然后Peter想到 那个耶稣可以跟他讲这件事情 在讥较以前 因为三次不认我 他就眼眠痛哭而走 那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 Peter I tell you You were denied me 就是否认我 three times before dawn 在黎明之前 你将会否认我三次 OK 这句话没有问题 Alright 但如果我用by the time 我不用before的话 我可能就要用未来完成事了 Peter I will tell you I'm sorry Peter I tell you You were have denied me three times by the time the roaster cross 好的 roaster cross 是圣经里面的原字 就是攻击名叫做 roaster cross Alright roaster是攻击的意思 所以到这个鸡明之前 你将会三次不认我 所以下面的图片 你们看到鸡叫了 然后上有三次 我不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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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在未来 某一个时间点之前 我们会完成的事 不过事实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很少用到这个时态 因为未来是一个 很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我们通常 比较会少用到未来完成 在有限的情况下 会用得到 那我们看到几个有限的情况 大家都看过海角七号 这部电影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那封信 对不对 他写给那个游子吧 是吧 那个日本老师 要回去日本 然后写给游子 他说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将会是已经在 回日本的路上了 so I will have left for Japan by the time you read this later so by the time you read this later 到你读这封信的时候 我将会是已经前往日本了 所以我已经会是 离开的状态了 那么第二句话 I promise I will have done all the work by next Friday 好 我承诺 在下个礼拜五之前 我就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 OK 第三个 I will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by the time my brother goes to high school 这个是有可能的状况 为什么 当我弟上高中的时候 我将会是已经从大学毕业了 那再来第四个 I will have saved enough money to buy my first house in five years time 所以在五年的时间里面 我将会是已经存够钱 然后来买一栋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所以未来完成的事 它就是will have加PP 那代表是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之前 你会已经完成的事情 那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的对话 其实会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不过还是有了 我刚看到这几个例子 都还蛮特定的 对不对 你不会没事就写一封信 然后就跑去坐船 所以这个是未来完成事 我想当然一下子好多东西 在一个小时里面 塞到各位的脑袋里面 当然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跟吸收 不过希望说 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奖励 然后好好地再去思考一下 OK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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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ra乱